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欣语同路人的节目 我是欣语的同工Grace去 疫症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大家对于这个新常态 洗手 戴口罩 隔离 似乎已经是开始习惯 但是不知道在这段隔离的时间 或者是安静的时间 我们对人生又多了一些什么的体会呢 对于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又认识多了多少呢 在今集的节目里面 我就透过电话 邀请了四位的嘉宾 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疫症的期间 这两年的期间 究竟他们有什么的反省呢 他们的生命对他们来说 是有什么的不同呢 第一位呢 我就是请到在Kalgary来的Olaf 马中佩茨 他刚刚就在疫症的期间 从工作退下来 但是他退而不休 他透过厨艺 透过手工制作 透过和很多不同的姐妹 一起去接触不同的人 去继续帮助身边的长者 将福音传给他们 那我们听下他的分享 我是Olaf 原本打算退下之后 满盘的大计 但这些大计 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被逼各自 神是信实的 亦都是供给的 他竟然给到我 很多在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 而这个第一次 令到我在疫情期间 的生活充实 亦都可以是帮到 身边很多的长者 或者是朋友 可以第一次参加 网上的祈祷会 藉着星期三日早上 大家是唯有需要的 肢体祈祷 然后跟着 可以和自己小组的姐妹 一起有好好的分享 加深的认识 又是今年 可以第一次 是在网上那里 举办第十一届的姐妹退休会 想起在过去的十年 我都是有份参加这个退休会 但是2020年 因为疫情而暂停 所以都有少少失落 终于 教会决定 会是重新举办的时候 我都是参加了这个筹办的委员会 今年的主题是破框而出 进入封城 我们是希望姐妹都要走出 昨天的捆索 履行今天的责任 拥抱明天的盼望 因为不可以实体相见 所以我们除了真是供给神的话语之外 都给每一个姐妹一个很好的礼物袋 在礼物袋里面 我们装了一些的小组讨论的资料 茶减的参考书 有手工 还有下午茶点 宵夜和水果 让大家一起可以在电脑前面 共享神预备的封城灵量 由于是在网上的平台进行 很多平时要上班 或者是要照顾小朋友的 今年都因为有弹性 他们都是第一次参加 所以我们有八十几个姐妹 报了名 当日你想一下 我们很久没见 所以每个人都很兴奋 大家都在这里打招呼 互相问候 然后分组讨论 我们得回来的调查 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三天的三个的时段 每个人都是很享受 完成了五月份的姐妹退休会 接着六月七月八月 神竟然允许我在网上 是教了三个月的攀任班 想起在2020年 因为疫情 亚省的政府 是有一些基金 可以给我们申请 做一些独居长者的节目 由于我一直都有教攀任班 所以有个长者机构 就邀请我 做他们的教师 跟他们一起 在申请资金的时候 我们计划 就是会教三十位的 年长的长者 教他们怎样 用网上平台去上课 而由于三十位的长者 他们每人再去教 每人教一个 是不懂得用网的 就可以透过电话 去跟他们聊天 在电话上教他们 怎样煮 终于 六月份 我们开了第一个班的时候 那个班的名字 就叫 色香味的人生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煮菜 带出来的色香味 是怎样可以影响旁边的人 先先 是透过群组 互相传递消息 大家是认识 由于大部分的参加者 都不是基督徒 神就告诉我 在上课的时候 要跟他们 用祈祷的开始 保守参加者 他们大家 煮食的时候 都有平安 中途等候 焗野 或者是炆煮的时候 我就请了教会的姐妹 来做见证分享 或者是播放 《恩与之声》的录影带 希望透过这一切 可以将福音的种子 放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见到 没有下厨煮食 很久的一位男士 他将煮好的叉烧 放在群组里面 很开心 在那吃得 樽樽有味 而也都有一对的夫妇 他们二十年来 都是靠外卖 从来都不自己 开炉煮食 但是见到他们两个 一起合作 烹煮的时候 都是很有默契 而他们将煮好的菜 都跟他们的儿女 去分享 儿女都赞他们煮得很好 相信 相信 这个都是他们 一个很好的回报 和鼓励 所以看到 每一个学员 大家都学得 很开心的时候 而在煮食的过程 可以互相关心 互相问候 原来 事奉 不是再限于教会里面 是可以走入社区 当初 我在社区那里 做全职的工作 是服务一些 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人 而今时今日 虽然退了休 但神都竟然允许我 再次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环境 是可以再次服侍一帮 年长的 也都因为 是可以 将我自己 认识的教会的肢体 都是带入这个事工里面 他们有份帮忙 教老人家 如何是想 Zoom这个平台 然后帮我 制作这个 攀任的 录影带的时候 或者是有份 是参加 将一些 预备好的 煮食的物资 送去 一些参加者 里面 个个都觉得 很有意思 很开心 因为 不再是 运在家里面 而是 有机会 服侍人 我们除了 关心别人的需要 其实 自己的精神状态 也都是要很注意 我怎么样 是 令到我自己 在这么繁忙的 日程里面 是减压呢 每一天早上的灵修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神教话语 可以补充我的一切 给到我有正能量 做完灵修之后 我就很喜欢去我的后花园 在去年 在去年和今年 我也花了很多时间 因为 没有得去外游 而做花园的工作 也都可以趁机 去运动一下 所以 种了很多 不同的花 不同的蔬菜 变成 花园 就是我们一个 罪面的地方 因为限聚令的原因 不可以再在屋里面 一起聚会 但是我就利用我的后花园 邀请了很多教会 不同的弟兄姊妹 我们经常在后面 是跟着一个 15人的限额 而相聚 我也都可以 请到以前 跟我一起 做工的同事 或者是帮过我的义工 是来到我家的花园后面 原来人和人的关系 是很重要 是可以令到我们 个个的心灵 是更加开心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 讲不远的话题 也都有很好的 大家的分享 大家互相交流 种花 种菜 的一些知识 原来 在我们身边 有很多新的事物 我们是不懂的 当我学到 怎样将薯仔 是种在桶的时候 可以很容易 这样这样 倒出来 原来种薯仔 种在地下 我们反而 没有那么多收成 种在桶里 将泥 慢慢盖上去的时候 薯仔就多了 很多空间 去生长 所以我今年收成的 紫色的薯仔 是真的 种了三桶 已经可以收了这么多了 在冬天的时候 又怎样呢 没有再有花圆 而我就是利用 这一段冬天的时间 是帮我从前做工的 老人院 是積了 二十几条披肩 是给到那些老人家 他们可以在新年的时候 是行花市 是来选购 那也都是 是帮他们 画了四十几张的 画布 因为他们是有很多空 或者时候 是要收一些老人家 进去住 但是由于 这个疫情 家里人都不可以 就是跟他们 成人相聚 我们就用 一些很开心 欢迎他们的海报 欢迎他们 让他们大家都好像 有这个家的感觉 也都在农烈年的时候 摘了很多小小的福袋 里面放了金具 是等他们 都是摘到福袋的时候 都知道神 是祝福他们 除了 做这些一切之外 也都是 趁有时间的时候 我开多了个面书的 网页 在里面 我用了 一切由主开始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其实这个 都是我一路以来 很想做的 但当初因为 做工的时候 太忙 而退休之后 我立刻在二月份 就开了这个新网页 在网页里面 我是将我一些 煮菜的心得 都是放上去 发觉原来 很多年轻的朋友 他们都不是很懂得 怎么样 去煮一些 很容易的菜 所以 藉着这个网页 我反而和教会 平时一些 没什么联系 也都不是很认识心的 年轻的姐妹 做了很好的朋友 在九月份 很开心 我自己可以 参加一个 泥索班 做泥 是我很多年 都希望学的 但以前 因为没有时间 现在 可以是 参加的时候 都很用心 去触摸 那些远远熟熟的泥 去做出一些 很不同的形状 来表达我的心情 当我做泥的时候 很自然就想起 在创世机里面 神 如何用地上的尘土 去做了亚当 然后将自己的灵气 吹进去 心想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见证 于是乎 在班上面 我就和我其他的同学 在那里分享 用手触摸 这些远远的泥的时候 想到神 如何重塑 我的人生 你们的人生 又怎么样呢 又没有全然交托 我想我们 每一天 都是要感恩 感恩神 所赐的一切 感恩神 像生命气息 感恩神 像阳光雨露 感恩神 像水和空气 感恩神 像家人朋友 感恩神 丰富的预备 虽然知道 疫情 何时会过 但如果我们 每一天 都尝全感恩的心 深信 神与我们同在 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都可以 很正面地 面对这个疫情 每一天 都是很感恩 很开心 两句的金句 很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 《针言十七章》 二十二节 《喜乐的心》 乃是良弱 忧伤的灵 使骨敷干 而是 《针言十五章》 十三节 心中喜乐 面带笑容 心里忧愁 令被损伤 希望 我们每一天 都以靠神的话语 而去面对疫情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of unseen things above of Jesus and his glory of Jesus and his love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because I know it is true I love to tell the name in glory to tell the old old story of Jesus and his love I love to tell the old old story 他都是来自Kalgary 还有以下的体会 我们听下Sam和我们的分享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你好 我叫Sam 很感谢神 给我们有机会 在这个空气中 能够跟大家来说一说 有关疫情下的一些感想 或者一些感受 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 这个疫情是可大可小 特别的 是有很多年纪大的 或者年纪小的 因着这个疫情而离开 尤其是我爸爸 在这个疫情当中 因为人为疏忽 而他并知道他和其他 有十几位的院友 感染到有八位 其中的八位离开了 虽然很不舍得 但是也知道他现在 和我妈妈和我妈妈 在整个家里面 爸爸其实已经不断地提醒我 他已经预备好 我迎见他所爱 所侍奉 所相信 所以投资是主日数 其实他一早知道 其中有一件事会发生 但是他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疫情而不离开 当我们家人接收到这个消息 由安联接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不断地祈祷 也很感谢很多的教会的特兄姐妹 不同的教会的特兄姐妹 都为我爸爸祈祷 也很感谢有几位的医生 不断地来到他帮助 来到他和我爸爸 走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 我自己在当中 虽然是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都心里面都是 爱莫能助 我不是这个医生 我更加不懂得怎么样去做 开始听到有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想就是 我可不可以将我爸爸 接出来去另一个地方 来安置 让他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 而感染对疫情 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不停地去报告 但是始终都是觉得 就是说在安联院里面 会比较安全 因为在里面的祇司 和他们的祇备 会比较齐全 所以在那一刻里面 我爸爸就永远都在安联院居住 当我在这个冠状病毒 疫情发生了 在我家里面当中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 会常常想一个问题 人生在这个世上 是为了什么事情 为了什么来到生活 人生在这个世上 最主要目击是什么 在这个疫情里面 其实我也在想 究竟神要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 怎样去预备 还有等候 有时候我们都会心里面 有不平安 又有恐惧 又有焦虑 甚至在当中 都会有很多 不同的感觉 就是说 怕着我们所认识的人 感染到 不知道怎么可以帮助他 心里面 常常都是 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但是 主耶稣给我一个很 他自己说的一句话 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 第三十三节里面说 就是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要叫你们在我里面 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当我看到这段圣经 主耶稣去说的时候 其实 他不是留下我们 而是要我们在当中 来到去知道 他是赐平安的神 因为他就是这位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又称为和平之君 他是以为来到世上 拯救每一个 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 在这当中 我知道 是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平安是值千金 平安在我们每个人 心里面都是有 不同的感觉 当一个人有平安的时候 无论外面有多大风雨 我们都不需要招累 就好像一些母鸡 如何去照顾自己的小鸡 就打开那个液 来遮住那些风风雨雨 主耶稣同样一样 虽然我们面对着 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 但是我们知道 只有在他里面 是满有平安 只有在他里面 是不再需要拘怕 我们不需要再有焦虑 因为他已经是胜过一切 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来寻求他 仰望他 无论这个疫情 是不是在我们身边拆过 或者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已经是感染到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是一位得胜的主 虽然或者他未必 按照我们的祷告 已经找我们 在这一刻里面 让我们能够健壮起来 但是有一天 当我们知道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 最后的审判的时候 我们都要站在这个审判台前的时候 我们都会见到 主就是这位 万云之亡 万全之主 来去审判每一个世上的人 无论这个疫情 是在我们人生 哪个阶段发生 我们只有仰望 相信 依靠他 我们就能够得到 这个平安 得到这个安慰 得到这个应许 得到这个快乐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惧怕 睡不到觉 又不需要有任何的恐惧 又要在当中 用很多不同的消毒药品 来去噴完整个屋 每一天去噴 每一天去清理 当然这个是重要 但是 我们心里面就不再需要有这个焦虑 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耶稣能够赐给我们 有这个内心里面的平安 很快的 差不多一年 我爸爸离开我们 一年 记得在那个时候 我都是每一天都跟我爸爸来都去 用电话谈谈 虽然不能够去亲自的 入到他 去三房里面 跟他聊天 跟他一起继续 但是每天都很向往 我跟他 听电话的时间 是 有一段很久的时间 深了一年 没有跟他一起来 帮他 来到去飞佛 帮他来到去剪手甲脚脚 以前就好像觉得 又要飞又要剪又要成 好像很厌白 但是 但是我心里面其实都有感恩 就是 我可以 当他年老的时候 我都可以为他 帮他做一些小小的事情 就是他 带领我 养育我 教导我 走向神那里 他帮助我来到加拿大这边 来到去读书 学习 怎样去做人 其实都可以为我爸爸感恩 都希望 我们每一个朋友 都能够把握 神给你和我的机会 信靠他 倚靠他 让他来来带领我们 愿神祈福大家 多谢你 就算世界挂着狂风暴雨 我心已是温妥我事 我能切我灰痕 又想困倦 你让我测温 监石之处 就算缺所劫难 仍要着梦 我心 创造不死 不忘 耶稣 是我望者 永在我旁 好 至今 得可 天 如周 神 虎 ない 遠 尊 也不用担意 主地智下这平安 使用重加满爱的恩典 守护变相思我得意志 守护变相让我得到 舍蜜 我们刚才听了Olive的分享 他退了休 但多了很多新的嗜好 接触多了很多不同的人 而Sam在疫症期间失去了他的父亲 处理伤痛之余 都感谢神能够带领他走过 以下来就有来自温哥华的Ronnie Ronnie Wong 王姓韦 他在这段疫症期间 工作竟然多了 而且能够有机会 搬去一个新的地方来居住 我们听下他以下来的分享 我是Ronnie 来加拿大已经27年多了 在21年前来到现在这间教会 疫情对我们教会的生活 当然影响很大 除了我们没有了实体的聚会 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其实有些地方范围好像更好 就好像每一个月 有时要开我们的执事会 可以用Zoom 可以视像会议 其实好像更好 因为可以share screen 又不用用projector 又不用开车 似乎影响差不多可以说到没有 就算现在主日崇拜都回到实体 但是这类的会议 我们仍然依旧是用Zoom meeting 都有它的一定的好处 至于我自己个人的工作 影响似乎大一点 其实我是做地产agent的 在疫情爆发初期 看白也有时间休息 而且开始真的楼市 好像真的忽然间静了 我还可以领导CERB 谁知道很快就出乎意料之外 其实当时失业 经济又不好 种种的不利因素 其实都没有人想到楼市可以变得这么暢黄的 可能真的那些人 不能出去旅游啦 又要from home啦 在家做事 需要的空间大一点啦 所以要换屋啦 所以在四月份 已经有客人要找我看屋啦 其实当时差不多所有的活动 经济活动都停了 买卖屋是列入必要服务 可以预上进行啦 其实当时我都想推过客人的 我说等疫情不如过了先啦 但这个客人又好想看喔 唯有真的冒着生命危险啦 我还说笑话 现在看屋 即是拿一条命去搏 因为又要申报 又要填表 又要说自己有没有病征 又要说有没有去过哪里哪里 又要戴手套 看那个时候又不可以摸这样 不可以摸那样 真的挺夸张的 感谢上帝保守啦 一直到现在都安然无恙 都仍然可以继续 一样可以做我自己的工作 正如刚才所说啦 其实差不多所有活动都停下来 平时去开那些健身中心去做健身的时候都没得做 唯有人就work from home 我就walk in home 那么尽量争取的时间啦 在家里面每天走一万步 在楼下和楼上两层走来走去 如果一个圈差不多二百步的话呢 那走五十个圈就够啦 那起码都叫做有两个小时运动啦 因为地方浅测又不能走得太快 其实在室内步行两个小时都挺闷的 不过 现代科技带来很多方便 一路走一路可以听音乐 又可以听一些灵修啦 分享啦 识经啦 讲座啦等等 有些是本地制作 有些是香港神学院制作 又可以听一下电台节目啦 甚至乎去听一些 我们不用很认真去看的视频 其实在这段时间一路走 发觉安静的时间 似乎多过以前正常的时间 思考反省一下 又是疫情之前 从来都没有那么奢侈的 没有那么奢侈可以有这些时间 去做这些事情 很快恢复正常 最近这几个月又可以做回尖啦 更加感恩的就是 除了疫情开始那几个月 连那些哥夫场呀 那些姑业夫球场都关闭了 不过去年六月之后重开 我本身作为一个哥夫友啦 居然可以如常在六草如茵的球场打球 你说多感恩啊 当时还开始和一班球友去组织一个巡迴赛呢 每个礼拜都在不同的球场去打球 一方面可以打球啦 一方面又可以outreach啦 可以认识多一些的新朋友 那当时只有七位参加 发展到现在都已经有二十四位啦 当中还差不多有一半呢 是未信耶稣啦 盼望上帝使用我们这个活动啦 可以能够和人建立关系啦 可以将他的福音传开 最后讲一讲就是我自己家里的影响啦 其实在两年多前呢 当我的外孙子出世之后 我一直都有帮手去去照顾他的 但疫情爆发之后呢 竟然连见面都不行 甚至就算见都要离远些 感谢上帝 幸好真的很快就已经有疫苗 能够注射疫苗之后 漸漸所有的活动都回复正常 在上帝大令底下 我更加我们家里 搬到我的女儿 即是我的孙子家附近 可以方便互相照顾啦 互相帮忙啦 上帝更次给我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是我其实移民二十多年来 我一直都希望我自己住的家里面 是看到一个Mount Baker的美景的 想不到今次搬到这里 在一个厅在一个房里面 都看到中年即雪的Mount Baker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自己主动去计划的 是疫情中里面 信应上帝的带领 是上帝的慈福 星宿在午夜里闪耀 晚空宁月皎揭 我不敢也清奇 发现上帝奇妙 创造无数虫兽 飞鸟也不中也不收 心里以彻底 希望你的国会再临 你指已降于世间 刺下权并荣耀盼 盼望全师父的计划 主精彩人道方向 等你共并肩面对目前 我一生奉献出爱的经典 小鸟在唱歌 仲主恩赐 寒远风月半温下 那星星是夜 最后一位嘉宾冯美华 Susan 亦是来自温哥华 在这段疫症期间 她说自己要慢活 慢慢地去生活 但她对于不能实体的 见到弟兄姐妹 有很多反思 电脑的科技和关系 是如何拿捏呢 我们听听她的分享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上帝 在过去疫情超过年半的时间里面 让我有平安健康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另外也要多谢Grey师母的邀请 首先 说回我自己的经历 2020年初疫情开始 从初初知道有这个病毒的传染 我们到处去买口罩 消毒用品 火酒 和一些可以清洁的用品 找了很多地方 很困难 让我买到三个 规定每个人只可以买一个 所以我最后买到三个 心里面仍然很担心 很多东西都买不到 消毒液 火酒 也很艰难才买到两瓶 漂白水 买到一瓶 没办法之下 到处找 上网 发现有口罩可以订购 立即订购 但一看 要两个月后才有货道 心里面都很焦急 但也没办法 迟就迟些 都要订购 订购 订购之后 那就等吧 在这段期间 也很感谢 我们的主任牧堂的牧师 的太太 Terasimo 她在遵信 和其他 姐妹帮忙 自制了一些布口罩 解决我们厌眉之急 我感谢她们 很久 我又收到 我香港的 我妹妹 Julia 我的帕姆 我的好朋友 Sophie 他们在香港 帮我买口罩 用快递来寄给我 我很感恩 因为我知道 那时候 香港的口罩 其实都很贵 要几百元一盒 还要加上 速递费 当时的速递费 是分分钟比 那盒口罩 所以我是很感恩 他们一下子 寄了很多给我 是足够 足够我用的 我很感恩 也很感谢他们 也都感谢神的安排 另外那个 厕纸 其实我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厕纸 会这么多人抢购 到我真的需要 想买的时候 当然买不到 但是很感恩 我儿子 朋友 Kelvin 很感谢他 两次 特意买了 厕纸 送到我家门口 很感谢他 经过今次的厕纸方 自己都有所 反省的 会 留意一下自己平时用纸 其实可能都是有点浪费的 经过今次很难 困难才能买到的时候 这方面会节约用 不会像以往般般浪费 其他各方面生活上的需要 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唯一当然是人与人之间 接触是有了距离 和恐惧感 即使邻居 我们真的看到都 掉头走的 那种恐惧 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来保护自己 在这段疫情的开始没多久 教会被逼暂停 我们改为网上的聚会 由初初不习惯 变为惯性的聚会方式 这一刻感觉到 科技的帮助和益处 COVID-19除了送出了些病毒给我们之外 还有送出了些恐惧 紧张 失控 甲膜 一下子把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心 相交 相爱 一次过拿走 没有商量的余地 大家的生活 彻底地被改变 我们不能够工作 不能够正常的交往 不能够正常的娱乐 不能够正常的去爱 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被关进各自的牢房的当中 展开新的自我防护机制的新生活模式 勇抱更加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其实勇抱是表达爱的其中一个方式 如果不能够接触 我们怎么可以全程达意呢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我们可以透过 我们可以透过 说话 身体 眼神 心灵 等各方式来表达 而达到互通的效果 无论效果是如何 过程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 在我们顺色万变的世界里面 不会因为你的停留而填色 我们好像 仿佛同虚拟世界在竞彩 科技和关系成为了对立 我们越是走得近科技 换来越冷漠的关系 究竟科技和关系 我们怎么去拿捏才得到平衡呢 有没有标准的答案呢 疫情的空晚 是我们始料不及 去驱使科技走得更加快 是好还是坏呢 我想暂时我们是无从稽考 一切等时间来证明 我们可以跟两方面去思考我们的关系 第一 是没有温度的接触 像机械人一样 没有情感 层次 方向的对流 假象 虚幻 濫漠 悲观 敌对 仇恨 借这个机会去介入了我们的思绪和关系当中 另一个 是有温度的接触 有温度的接触 能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爱和悲哀的真实感和存在感 情感上的缺口 心灵上的胃食 我们可以透过温度疗愈 在有血有肉的喜怒哀乐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 没有半点的虚幻 但是 它与我们的关系更是真实无误 虽然我们看不见 看不到 但是只要你愿意 它确实是能够令到你感受去的永在 到这一刻 希望大家能够适当地放下你的恐惧 运用天父赐给我们生命的体温 作有温度的接触 神的大爱无畏无惧 最好的不是科技 而是关系 在疫情当中 我们除了做基本的保护我们自己之外 我们不要忘记 也不要给科技和恐惧 去支配我们的关系 在圣经的《约藏一书》五章四节里说到 使我们圣料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感谢主 一切荣耀中赞归我们全能的上帝 传说中神是爱 大爱被天歌 跨越未来让我深深感到 他讲生 奔向爱 叫换我 我归家 受恨与内疚 两代与罪债 神愿替我读歌圣诞 爱再不是传说 事已经发生 也藏在我心下 爱再不是传说 不知大家听完四位嘉宾分享 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对于我来说 其实在这段疫症期间 我和Ronnie一样搬了屋 环境大了 空间多了 环境漂亮了 而在疫症期间 我也同样发现自己的身体 出现了警号 所以这段时间 其实我时时都思想到 在《以忽所书》第五章所说的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但愿身边的听众 都能够透过《恩与同路人》的节目 去认识创造我们生命的主 以至我们能够知道 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又会去哪里 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已经有敬天的文化 在历史的场合里面 中华文化的发展是怎样的呢? 中华文化远远流长 一默相成 中华文化系列 一默相成 第一集 中华民族的道与基督教的道 由邓启耀牧师主讲 好,今天很高兴 我们能够有机会 一起来探讨一下 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 有很多人说 中国的文化和基督教的信仰 是水火不容的 是很大的分别的 是混在一起的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我深深地相信 其实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之间 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今天第一讲 我想跟大家来看看 中国人如何去理解道 这一样的事情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也看看圣经 如何去解释 人间有道的这种道 究竟和中国文化里面 所理解的宇宙里面的道 有什么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中国古人如何去理解道这个字 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文字 是一些图画转化出来的 或者我们一般叫做象形文字 是用象形、指示、会议、形声、转注和假借等等的原则来创造文字 简单来说 也就是每一个字的背后 是有丰富的内容和含义的 或者每一个字的组成的部分 其实都是代表着一些图画 但图画背后 亦都是表达着一些实际 大自然里面的事事物物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 例如举个例子 优式的优字 大家都知道 企人边再加一个木字 原先的组成就是这两部分 其实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是周居勞顿 很累了 去到一棵树 一棵树木 下面就稍作优式 优式的优字 就是一个人坐在一棵树的旁边 来休息 这个就是优字 所以中国文字的组成和创造 其实是很有丰富的含义 说回这个道字 就是道理的道字 天地有正道的道字 原先它们组成的部分 原来很特别的 我们现在所写的道字 我们所谓有一个小餐厅 再加一个手要的手字 原来古文 其实餐厅仔的部分 其实不是和艇有关的 其实左手面的部分 其实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的 它那个字的读音 就叫做读却字 好像一张桌子的读音 这个读音 却字分开为上下两部分 上面其实是三撇 但是这三撇原来是大有文章 大有内容的 原来这三撇本身是代表风 吹过的风 下面那部分 就是代表一个人在走路的意思 特别是代表走下停下 甚至是跑步的意思 所以简单来说 即是风在运行 即是左手面 现在现代字所谓理解的餐厅仔 古文是一个卓字 卓字再说一次分成两部分 上面是风 三撇 风 下面就是走动 所以是风在走动的意思 另外 右手面 首要的手字 我们一般的理解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当然是一个开始 又或者是一个引导等等 加上刚才说的 风在运行的这一部分 两部分加在一起 就是说 风是运行引导人走在当走的道路上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 所创造的 这个道字的原本的意思 我相信有信仰的朋友 你听到这一道 你应该已经可以很快联想到 在圣经创世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 就这样说 它说 地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这个就是形容当初 天地万物被造的时候 又或者未曾被造之前 那一种的状态 就是冤面黑暗 混沌一片 接着 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一个分水岭 就是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而圣经里面 通常指神的灵 是用风 吹过的风 来做一个比喻 而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 是否从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古文 中文的古文的道字 左手面那部分 上面三撇就是代表风 下面就是代表走动 是否同一个意思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走动在水面上 来带领人 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从一个冤面黑暗 毫无光明 毫无怕望 毫无生气 毫无一种生命的状态下 当神的灵 介入 运行在混沌宇宙 未曾有任何被造之前的 所谓的状态里面 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带来一种很大的改变 这也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所形容的 天地万物被创造 接着下来 神雪有光 就有光 接着又创造 有月亮 太阳 另外也有树木 花草 尿兽 到最后当然创造高峰 就是人类 所以中国人所理解的 这个道 其实是和圣经所形容的 那个神的创造 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带领人 如何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其实是非常吻合 我们再看一看圣经里面 有一段经文 在以赛亚书43章15-21节 他说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圣者 是创造以色列的 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 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这两句说话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 在大水中开路 又很明显 很清楚说到 其实道路的被创造 其实是来自于神 本来这个宇宙万物当中 或者被创造的世界当中 是没有道路的 但是当神的灵运行 走过的时候 就留下轨迹 亦都开创了一条道路 让人可以在上面 跟着这条道路去行走 就能够达到光明 另外这一段的经文 《文以策亚书》43章后半段 他这样说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大家都知道 旷野和沙漠本身是一个 没有生命 或者是任何东西都没有的 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这两节的经文说到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 即是告诉人 神是一个如何 在当我们是没有 怕亡的情况下 当是无水 无植物 无生命的情况下 只要神出现 只要神走过的地方 就有生命 就有怕亡 这是圣经一贯的理解 所以其实 看回我们中国古人 对于道的理解 是非常之深入 是有内涵 亦都是 和圣经的记载 是吻合的 以上专辑 由恩宇之星制作 葡萄树生命果子事工提供资料 如果有人 可以明白我 如果有人 可以听我说 如果有人 可以了解我 那就好了 上帝听祷告 恩宇听倾诉 如果你需要向人倾诉 请你打来恩宇之声 生命关顾热线 416-788-3322 北美免费长途 1888-321-9288 和我们联络吧 我是阿May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是由加拿大生命关故事工成员 Grace Huy 所说的 功成身退 耶稣来到世上 主要的工作是拯救世人 当他完成地上这个救赎计划 功成身退之后 就升天去了 当然有一日他还要再来 仍在世上努力 向所定目标迈进的你和我 现在又处于工作生涯中的哪个阶段呢? 看看以下是否你的写照 第一,不觉无能 即是刚毕业太自信以为什么都懂 第二,就是自觉无能 就是闯了禍,当作交学费,欠卑学习 而第三,就是自觉有能 有人物,能自由发挥,得心应手 而最后一样,就是不觉有能 感到很累,漸漸被淘汰 就应该慢下来 但如果你正在考虑是否时候退休 其后圣灵带领你思考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条就是,是否功成身退呢? 第二,是否追求完美借幕呢? 而最后一条问题就是,如何准备重新开始呢? 如果你已退休,请为自己能具备以下的十大特征祈祷 是由John Maxwell所说的 第一,关心人,不做大忙人 第二,有爱心,不止有才能 第三,有节制,而不浮躁 而第四就是,敬威神,而非害怕人 第五样就是,注重温柔,而非权势 第六是,更慷慨,非只有财富 第七样就是,懂得聆听,而非多说话 第八是,更可靠,而非更知名 第九样是,能牺牲,而非只是索求 而最后一样就是,向往永恒,而非目前 但愿疫情期间,我们能有更多空间 去想想自己工作的境况 从而调整生活态度,在逆境中找到新方向 多谢大家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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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